大家好,又來到廢話連篇的時間了 有問到就是因為現代人太過注重like的數量 like的數量不夠,自己或自己分享的東西就好像變得不重要,沒有價值 是一種自我膨脹的表現 我們認同他的道理,但是我注重like和share的數量不是因為我自己 而在Facebook,like和share的數量對我的作品的宣傳起至很重要的作用 朋友如果like了我的作品,他的朋友就會有機會看到我的作品 如果朋友share了就更加不用說,我真的希望我的作品可以接觸更多人 無論他形同與否,我最少會有機會見過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如果朋友真的賴了,就表示他喜歡我的作品 這是一種古墓,讓我有動力繼續創造下去 一直以來我都不相信前世今生來世 因為我覺得前世做的業,我今生必須受其果 而我今生做的功德,又要等到來世才能報 那對我便很不公平 壞事不是我做,我要負責 好事我做了,但是福音報在我身上 那不如我乾脆今生做壞事,等來世去授業 去授業的果報好過了 但是剛才我聽了黃師傅的節目,覺得他講得很有道理 於是開始用他的道理來規範我自己 我也希望更多人能夠聽到 或是瞭解到這個因果循環的道理 如何發生在我們的生活之中 黃師傅又說,前世今生來世不一定要去到格世那麼遠 其實這個循環一直在我們身邊 近一點來說,前世就是昨日 今生就是今日,來世就是明天 黃師傅很喜歡用note卡來形容前世,今生和來世 他說,note卡就是前世 錄完卡,月底就是今生,你要找卡數 如果你再不找卡數,那來世Statement就會來 銀行就會催你還錢 那其實,如果你昨天去泡,去去咖冰,去咖冰 那今天,你當然是不夠睡 所以上班就集中不到精神 當然有些人就乾脆請病假 做得多了,明天呢,老闆就可能會找你問話,聊天,餓你兩句 甚至乎出警告信,或者大信封 那,我們打工仔也都經常知道 如果你上個月,你不大小的,你將那些錢存起來 那如果你今個月,老闆遲些出量 你都不用擔心,沒有錢吃飯,對不對 那如果這個月,你依然很自律的 那你下個月就可能存到足夠的錢買你喜歡的限量版包包 紅師傅也都說,前世可以是我們三十歲以前的人生 三十歲以後到六十歲就是我們的今生 六十歲以後就是我們的內世 所以如果我們三十歲以後的生活,就要看我們三十歲前做了些什麼 而我們六十歲以後的晚年生活,就要看我們三十歲以後到六十歲以後三十年去決定 當他講到這個看法的時候,我有很深刻的體會 當然,現在我都還不可以談六十歲以後的晚年生活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談一談阿鳳的前三十年和這三十年所帶來的那一部 大家都知道阿鳳在三十歲那一年掉下了高生後殖 甚至乎是他的人生離開了 而我就在兩年後才成功禁止憂鬱症這隻怪物 重新投入社會 那這兩年沒有工作的我是怎樣捱過去的呢? 靠的就是阿鳳留下的知識和一些藉屬 我就是靠自阿鳳過去十年所學的專業知識做一些freelance的工作 過活的,還有他的一些儲蓄 現在說起來這十年好像很輕鬆,其實一點都不簡單 甚至乎賠上阿鳳的健康 一般人在讀完中學前的生活都是大同小異 除非有些意外 如果不是的話,來來去就是反學、放學、追女生 所以這些這麼重複的事我就不說了 就把這個故事打快到阿鳳中學畢業之後 阿鳳讀完他的computer engineering diploma之後 他就一心一意想投身於IT界 但世事往往就不如意 一開始他只找了一份在他國裡做IT lab assistant 的工作 名字就是IT lab assistant 但其實跟IT沒有關係 實際上是一個security的工作 年輕的輩子可能不知道,未見過 但好像我這樣的年紀的朋友就肯定見過 以前的supermarket,百貨公司 那些入口的地方會有一個一格一格的櫃 那每個格裡面都有一個號碼 那當我們進supermarket前 如果我們有一個很大的bag 例如說書包、行李袋這麼大的bag 那security就會跟我們說 把那個bagbag交給他 那他就會把bagbag放在一個格裡面 在他旁邊拿個號碼出來交給我們 直到他離開的時候 把號碼交給他 他又拿回一個bagbag 那時候阿鳳就做同樣的工作了 那些學生 college students 上網 稍微說一說 這個so-called IT lab 其實是給學生上網為主 給他們去MSN, Yahoo Messenger 、網上網搜尋 沿線、網上網搜尋 沿線看書 搞一些Flash Games 在網上,他們會把書包交給阿楓,然後他們離開時就拿回自己的書包,甚至有時候就把保安室變成Locker Room 把書包記憶後就沒有進去IT Lab,就去其他地方玩,玩完之後再拿回書包 在這份工作期間,阿楓就是一個女生在IT Lab裡面做兼職,跟阿楓算是同事 那女生其實最主要是在學校讀書,做兼職 在這段期間,在阿楓做這份工作期間,阿楓如果適合時間,就會把這個女生回家 後來這個女生的老公,即是很多很多年後,後來這個女生的老公 在我30歲的時候就找我幫她處理她的一些大廁的事,就靠這個女生的老公給我的生意 所以我都度過了不少難關,後來阿楓就離開了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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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我會把電腦搭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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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 就激起了阿楓的鬥志,決心,一定要做一個出色的工程師。 賺到的大件事就是Microsoft Office 的技巧。 由於當時學校裏有很多老師都不太懂得電腦, 但他又需要用Word 或Excel 來準備報告或圖表,於是他們便會找阿楓幫忙。 由於這是不錯的額外收入,阿楓通常都會頂硬上接的工作。 透過幫他們做報告或報告時,練習了一生辦公室的功夫。 被別人看不起,當然就做不長。 所以阿楓也在這裏教了十個月的書就離開了, 基本上就算是一年的課程。 後來離開了這間學校,他去了今河一間賣電腦的retail shop工作。 在這間retail shop就需要參加PC fair。 所以在這間公司裡練習了解扁兜售的技巧。 所以現在你要我和陌生人買一些產品, 我是沒有困難的。 我不覺得我做不到。 但是沒有困難,歸沒有困難。 做了一段時間後,阿楓就發現retail這個行業根本就不適合。 於是他就開始找一份新的工具,希望更加貼到IT。 吸收更多IT的經驗。 這次阿楓就準備了一次滑鐵路。 阿楓的朋友介紹阿楓這份工, 一份IT工。 阿楓心急想找一份IT工。 所以即使對方只是口頭上的協議, 沒有簽 appointment letter 什麼都沒有, 他就敢初初和市頭辭職。 辭職後,他才發現原來這份新的工, 所謂新的工, 根本不存在, 因為當時那間公司沒有開成, 沒有開成就沒有必要再請人。 所以他只好 吃回頭草, 走回去那間retail, 找回老闆說要做那份工。 所以這件事是給阿楓一些打擊, 阿楓就沒有放棄。 由於家裡的電腦都不及得 在店鋪裡的電腦, 有錢人的電腦都不及得了。 所以阿楓在店鋪沒客人的時候, 就會用店鋪裡的電腦來學習Flash。 即是你們之前做過的Flash Game, Adobe Flash的Flash Program。 阿楓就是這樣站在玻璃的櫥窗前面, K字地學習新的Programming English。 後來阿楓的舅父就跟阿楓的老媽子說, 現在IT的工作, 你找IT的工需要MCSC Certification。 於是阿楓的老媽子就給錢說, 叫阿楓去讀, 你給你一筆錢去讀MCSC。 那些MCSC的課程都是百一到百五。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時候, 應該有六課。 六課,每一課基本上都是百一到百五。 那些商貨時間是九點到百五。 那商貨時間呢, 就跟阿楓的上班時間有衝突了。 阿楓上做這些Litube Store, 最多呢, 最多一個星期就休一日。 還要是平日百一到百五的其中一日。 那怎麼辦呢? 那於是, 阿楓就跟老闆說, 他一個月, 一年放五日教他上課。 那其餘的二十五日呢, 沒有與其他教訓的 נero, 大家自己將足足踏山坊去那 yea. 那麼大家可以想像到, 一個月連續 Willy than half五日, 那幾天上班時也是輸入職.' 。 一個月連續是二十五日, 之後小夜り十秒, 至晚上十秒, 大家可以想像到有多累。 不过就这样,阿峰花了五个月的时间跌跌撞撞,完成了整个MCSE的课程 当时我从来没有想过,MCSE的课程是这样带来给阿峰一个机会 很多人以为阿峰会凭着MCSE的课程去找到一些公司,实际上不是如大家所想的 其实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在MCSE的课程,阿峰在课程上分享了一个很特别的计算方法 是老师没有教的,他就跟其他同学分享 所以那些同学,每个人都基本上出来IT做,出来打工,出来做IT 只有阿峰一个是自己给钱,自己学习的 那他分享这个特别的计算方法的时候,就令到其中一个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 就是这位同学,就是这位同学把阿峰推荐给一个要开新公司的老板 同样的情景又再发生,是不是很熟悉呢? 一家新公司要请员工 但是阿峰就没有因为上次的事件而留下了阴灵 即使他跟那个老板interview 所说的interview是发生在一间马马党里面 而他跟那老板签的appointment letter是在车尾箱上簽的 因为那时候公司都没有装修好,还在装修中 但是也毫不有余足指的这个机会 就是这样,MCSC这个课程大给了阿峰的一个机会 但后来阿峰其实没有考到MCSC衣装室 虽然他完成了一个课程,但他没有参加到考试 因为工作实在太忙,腾空不到时间 就这样,阿峰进了这家好像少林市木人行的小公司 他在这家公司里面蹲了六年 当初有一家两个人的小小公司 成长到一家接近20人的小公司 阿峰的很多IT知识和技术 很大部分都是在这家公司里面学习到的 听到这里,大家都认为进入这家公司的事件好像完结了 因为他已经得到了梦寐以寇的工作 其实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开始 在这六年里,阿峰蹲向公司的时间 远远比蹲向家庭多很多 很多时候公共假期都需要工作 有时候甚至乎要在公司或客户的办公室过夜 做IT工的一个辛苦地方 其实就是,很多时候你要维修客户的系统 你不可以在办公时间做 有些变体公司是连夜晚都不可以做 唯一有机会做的就是公共假期 1月1号,星山节 所以刚刚开始的时候,阿峰逢公共假期都要做工 听起来,这六年好像很苦 但是阿峰其实很享受 因为在工作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克服了很多挑战 令到他得到了很多成就感 后来阿峰的一位亲密战友在公司里面 离开了公司 阿峰也跟着他跳槽到HP 即Hewlett Beck的一家国际大公司 在这里,他遇上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女人 也得到了因为长期熬夜 和压力而引起的腹部无名疼痛 本人会痛到起身 不知名的 和优惑症 最后 他宣责了离开这家知名的国际大公司 离开这个人间 就把臭皮囊交给我 我记得在我休养的两年里面 很多人都羡慕我 人来到三十岁竟然可以 不工作两年 还要供两档车 那时我两档车都没供完 就不工作了 有没有工作 要供两档车 还可以撑得住 其实他们没有看到的是 阿峰奋斗过十年 我可以得到这两年的 喘气的空间 完全让阿峰帮我争取回来 如果不是他在过往的 日子里面帮了这么多人 如果不是他把大部分的时间 都用来学习生智 所以我连他的技巧 我怎可能 不工作 没有一份正式的工厂 两年 还要供车 那 虽然说 是休养了两年 其实这两年里面 我都没有 没有放弃的 我促了一些新知识 为我的六十岁退休生活 打好基础 然后有机会 我再跟大家分享 好了 多谢各位 愿意花这么长时间 听我说完阿峰的故事 其实这些故事 可以等我写回忆录的时候 再跟大家分享 但是 但是 有一个 我很关心的人 他还有十年 就会来到三十岁的关卡 我真的很担心他 我怕 现在不说 日后 没有机会说 所以我先 先说 阿峰的故事 原因是 依我看 他现在的生活方式 不是在处理 为他 十岁 在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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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三十岁之后 不开始还那些卡数 或者没有能力还那些卡数 或者没有能力还那些卡数 又再继续滑下去 我不知道六十岁之后 他会有什么 有什么 怎样的遭遇 一般 我们自己的卡数 就算换不到 都可以找人帮忙 玩 但是 人生的卡数 就只有主人 用自己一个人 去玩 所以 到时候 即使我要帮忙 我也没有重下手 我知道 量弱是苦口的了 我 都曾经很担心过 这段影片 会引起你 怎样的反应 但是 正如 梁文道所说的 不要去想 结果 只要另外必须去做 就去做 我觉得 我有责任 告诉他 阿凤的经历 所以 就 錄了这段影片 这段影片 最主要就是 想跟你说 人无怨 累 必有近忧 如果 你现在还不开始 为将来 打算 遲些 可能就来不及了 好了 这个就是我 錄的大三段影片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 意见 大家喜欢吗 我觉得 过去的三段影片 的题材 都好像很沉重 所以我决定 在下一个影片 分享一下 我的老本行 就是在 网络的世界 internet 的引伤术 敬请大家期待 拜拜